小哥西藏自驾游 在陈塘沟休息的时候 被一只流浪狗尾随了几天 没想到最后却被狗狗的表现感动了 刚开始的时候 小哥也没留意这只狗狗的举动 以为它只是单纯的想逃口犯而已 但是直到它们要离开的那一刻 狗狗的一个举动却让它大受感动 这天 已经休整几天的小哥 准备马上启程了 正在它打算离开的时候 下一秒 它却看到了令人感动的画面 在它准备上车的瞬间 它看到了那只流浪狗 狗狗正趴在车底下伤心哭泣 狗狗这几天一直寸步不离地跟着它 说起来也奇怪 车队那么多人不跟 它偏偏只跟着小哥 这让小哥很纳闷 明明自己也没养过狗 怎么这只狗偏偏要粘着自己呢 队友们都说 这只狗狗和它有缘分 大家曾经在斗狗玩的时候 都开玩笑地叫狗狗跟着小哥一起走 狗狗没言语 只是一直静静地盯着小哥 似乎在等待小哥的回应 小哥也曾动过侧影之心 也有动过受流狗狗的念头 为这件事情他一直犹豫不决 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从来没有养过狗的他 一是考虑到自己没有养狗经验 担心照顾不好狗狗 生怕让狗狗受委屈了 第二就是他的车厢比较局促 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 担心狗狗住得不舒服 所以小哥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受养狗狗 直到他看到以下这一幕 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狗狗看到小哥马上就要离开 只见他趴在小哥的车前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似乎对小哥的离去依依不舍 眼神里充满了悲伤和不舍 看他的那个样子都快要哭了 看到这一幕 小哥心里有种怜惜的感觉 狗狗也太可爱 这么懂事的狗狗如果不收留 说不定哪天他就成了人们的盘中餐 那也太可惜了吧 于是小哥毅然决然地 将狗狗抱到了车上 上了车你就是有主人的狗狗了 并给狗狗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胖子 希望他再长胖一点 车里实在是太紧了 但是懂事的狗狗 却钻到了车座下的缝隙里 在那里乖乖地趴着 似乎还很满意 仿佛一点也不嫌汽车上的狭小 真是懂事的让人心疼 有了狗狗之后 让旅途孤单的小哥 从此多了一份快乐 小哥是一个人自驾游 一个人显得格外冷清 但是自从有了狗狗作伴 让他的旅途也添加了不少乐趣 就这样 狗狗就跟着小哥 离开了他美丽的家乡 和主人一起游览四方 一路上 他和队友的狗狗黑虎成了好朋友 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成为了难兄难弟 希望狗狗和他的主人 在一起永远幸福快乐下去 我们给善良的小哥 点一个大大的赞 并一起在评论区说出 小哥真好 好人一生平安